说起梅艳芳,大家不得不提她的好嗓子,这种好嗓音就算梅艳芳去世了,也为世人深深的铭记。 但是提起梅艳芳的一生,很多人都觉得十分的惋惜,毕竟她因病去世的时候,还是一个好年纪。 在梅艳芳去世后,城里和圈外的人都为之难过,而且在梅艳芳住院的期间,不少人都前去看望了她,唯一没去的一个人。 就是赵文哲,赵文哲和梅艳芳在很早之前曾是一对恋人,赵文哲在当时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技,迅速在演艺圈打拼出了一块天地。 随后认识了好朋友张国荣,又通过张国荣的介绍,赵文哲认识了生命中重要的一个女人,并且和她在不久之后,成为了一对恋人。 而这个女人就是梅艳芳,虽然说最后分手了,但是两个人的曾经都是不能被抹去的。 在梅艳芳住院的期间,娱乐记者发现,在探望病人的来客有很多,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娱乐圈的一些朋友都出现过,唯一没有出现的就是赵文哲。 因此媒体开始评价赵文哲的薄情,认为作为曾经的恋人,赵文哲竟然不去看望梅艳芳最后一眼。 在所有言论攻击赵文哲的时候,她只是选择了默默的承受,承受着世人对她的一切评价。 薄情广义也好,生性薄良也好,在赵文哲看来,梅艳芳已经不在了,这些评价还能作为她怀念她的一种方式。 后来,赵文哲结婚了,即使现在的家庭之分的和睦,赵文哲也从来没有忘记过梅艳芳,没有忘记过当初一起度过的时光。 终于,在一次采访中,赵文哲说出了和梅艳芳的故事,赵文哲正当时自己想去看梅艳芳的,毕竟相爱过的人,肯定想知道对方过得怎样。 但是在自己提出要求后,梅艳芳却拒绝了,自己提出几次要去探望的想法,梅艳芳就拒绝了几次。 赵文哲正,自己知道梅艳芳不让去的原因,毕竟化疗的时候病人是最虚弱的时候,看起来会觉得十分的疲惫。 所以她选择尊重梅艳芳的请求,将梅艳芳最美的样子永远留在自己的心中。 看到这里,你还觉得赵文哲博情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